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老师 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互相交流 我先看了拜读各位的资料 非常的充实跟丰富 我想请教各位老师 您认为的生命教育是什么 老师 就是一个人他对于自我的认知 只有这样子吗 还有对周围的人 就整个生命 整个生活的例子 都算是生命教育 好 谢谢 老师您认为什么是生命教育 跟自己有关的都是 自己啊 别人大自然 OK 好 再请教一位老师 老师您认为什么是生命教育 了解生死的去向 怎么来怎么去 好 谢谢 我想三位老师讲得都对 但是简单说呢 就是十三个字 生命教育第一个 教各位怎么样关心自己 第二个怎么样关爱别人 第三个怎么样关心大自然 第一个关心自己 请问在座有没有不关心自己的人 请举手 没有嘛 请问你 青少年飙车 他关不关心自己 关心 他关心什么 关心他的感觉 飙起来很爽对不对 这样关心属于感性的关心 关心可以分为感性的关心 还有智慧型的关心 有一天他失去了一只脚 发生了意外 他觉得没有脚很痛苦 早知道没有脚这么痛苦 当时那个爽是可以不要的 好 请问 抽烟的朋友他关不关心自己 关心 关心什么 抽起来 飘飘欲仙 有一天他的肺癌发作 很痛 要提早离开家人 那这时候他就觉得是很辛苦 请问爸爸妈妈爱不爱孩子 爱 理性还是智慧型 还是感性 不一定 不一定 各位老师 你自己 或者你的父母亲 曾经有没有拿你的准考证 到 观世音菩萨的香炉 或者文昌帝君的香炉上面去转三圈 然后说什么 老师说什么 保佑金榜提名 这么简单吗 金榜是指哪一个榜 考试的榜 考试的榜单 是 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 可以是一样啊 金榜提名 保佑我的孩子考上 第一志愿 理想学校是感性 还是理性 好 如果考上台大 考上北韵女 这是属于感性 我说太太这样祈祷 比较不是很恰当 祈老师应该怎么讲呢 考上最适合她的学校 这就是智慧型 什么叫最适合她的学校 第一个 父母亲给她的基因是什么 第二个父母亲对她学习的支持 第三个她自己的投入有多少 第四个 这三个是一定因素 第四个呢 无论我的孩子考到哪里 只要她平安 快乐成长 碰到良师应有 就是最适合她的学校 这就叫智慧型的祈祷 无论考到哪个学校 世去不能乱了 第一个是什么 平安 第二个呢 快乐 第三个呢 成长 快乐是很重要的 孩子考到很棒很棒的学校 但是她不快乐 或者她不平安 我们还宁可她平安 碰到良师应有 这叫智慧型的祈祷 好 所以关心自己要走智慧型 什么叫智慧型呢 不但现在好 未来也要好 不但表面好 实质也要好 不但是有心的好 无心的要更好 这叫智慧型的关爱 好 关爱自己 第二个 关爱别人 我们关心我们认识的人是理所当然 我们去关心不认识的人 在座的老师们 曾经去关心过你不认识的人 请举手 你关心过的 好 谢谢 这位老师你举的最快 除了问路等等 你要不要举例子 你曾经关心过不认识的人 我在监狱里面做教科工作 大部分的都不认识 太好了 每星期去一趟 两趟 两趟 去了多久 比如其中有一趟是一整天 还有有一趟是半天 好 我们给这位老师一个掌声好不好 谢谢 2008年大陆的汶川地震 将近有9万个人丧失生命 5月12号发生 我6月9号就过去 那么在未来的三年当中 我去了食堂 因为实在太需要去帮忙 太多人过世 9万个家庭破碎 几十万个人的心灵身体都受伤 我们不认识他 但是血浓于水 好 那关爱大致上我就不谈了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生命教育 那生命教育要做得好呢 有三个很重要的方向 第一个要用多元的教学方法 第二要用很多不同的视听媒体 第三个要设计体验活动 那今天我主要是谈谈体验活动 怎么样来做 那么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生命教育里面最难教的是哪一个区块 生死 尤其教育死亡 到底要讲些什么 要怎么去介绍死亡呢 那请教在座的各位 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可不会跟他谈死亡的问题 可以这么大声啊 他才七岁呢 可以谈死亡吗 可以 为什么 碰到不讲怎么办 他会碰到什么死亡事件 他的小动物 宠物会死掉 还有呢 老人家会走 还有呢 对 很好 我们给这位老师一个掌声 好不好 好 小学一年级也可以跟他谈 因为他生活中会碰到 那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叫妈妈的脸 在座老师曾经看过 请举手 妈妈的脸 15分钟我们看一下 好 麻烦请播放 这是台湾一个真实的故事 但是用动画来表现 请问哭好不好 为什么好 好 如果你当时很想流眼泪 你可以很大方的流眼泪 今天有流眼泪的老师 是指挥票价 妈妈 你要去哪里 我也要去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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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原来你躲在这里啊 我找了老半天 走 快跟我去看妈妈 听话 妈妈在等你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进去 小姐 妈妈在等你 快点 我不要进去 我不要 我不要进去 小心哦 别跑这么快 不好意思 请问发生什么事了 我是安宁病房的医术治疗师 你好 我是小姐的舅舅 小姐的妈妈 肝癌木齐了 她最挂念的 就是这个孩子 可是这个孩子 却怎么也不肯进病房看妈妈 不要勉强孩子 让我来处理吧 你叫小姐吗 嗯嗯 阿姨 带你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玩 好不好 这 交给我吧 所谓艺术治疗 是用音乐 美术 戏剧舞蹈 还有动物的养殖 来帮助病人提高身心能量 在美国有专业的硕士 博士还有证照 现在化理医院都会有 艺术治疗师 艺术治疗师 小姐 这不是普通的彩色笔哦 那 你闻闻看 是柠檬的味道 是苹果哎 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小姐 我们来画画吧 你会不会画自己的手啊 会啊 我早就画过了 阿姨 我画好了 嗯 画得很不错哦 那你会不会画阿姨的手 会啊 想姐好棒哦 那 我们去画妈妈她的手 好吗 好啊 我去画给你看哦 走吧 小姐来了 小姐 我们进去吧 罗太太 我是安宁病房的艺术治疗师 很抱歉 一直没有机会来看你 小姐刚才在我那里画画 她说要来画妈妈的手哦 小姐 小姐 罗太太 小姐画画画得很不错哦 小姐 妈妈的手好柔软哦 你摸摸看 生命前的小姐妈妈 是如此美丽 这大概是小姐无法面对 生病中妈妈的原因吧 告诉妈妈 你用的是什么颜色的笔啊 粉红色 是妈妈喜欢的粉红色 告诉妈妈 这支笔 有什么秘密呢 嗯 粉红色的笔 有水蜜桃的香味哦 妈妈 你有没有闻到 我画好了 这张 有着大手 圈着小手的画纸 以后 将是小姐 最珍贵的纪念品 虽然 她现在并不知道 让妈妈 看看你的画 好不好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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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痕痛是不是 什么事 我们马上来 什么事 我们马上来 这里会痛吗 我压一下 这样是不是更痛 不要怕 我加个药就会好一点了 罗太太 带上氧气就不喘了 再帮你加个药 你就会感到舒服一些 医生 我姐姐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嗯 这是常见的变化 她的生命真相 一直在减弱 昏睡时间不断地拉长 有时候 会有短暂不自主的抑郁 及动作 通常到了这个时候 生命不会拖得太长 难道都没有办法了吗 嗯 我们安宁团队 一定会尽力的 我们不会去缩短 病人的生命 而且 会尽力不使病人感到痛苦 小姐你看 猪子很漂亮 喜欢吗 我们把它串成项链 好不好啊 好啊 好啊 阿姨 你快 我做的漂不漂亮 小姐好棒啊 很漂亮 我们把它送给妈妈 好不好啊 好 妈妈 小姐你不是说要把项链送给妈妈吗 妈妈一定会很开心的 罗太太 小姐有东西要送给你哦 小姐 妈妈只是生病了 来 我们把项链帮妈妈戴上 妈妈 谢谢你 这是小姐的妈妈 生前的最后一句话 罗太太要离开我们了 人的生命离开后 听觉往往是最后消失的 如果你们家属的心里 还有什么话想要告诉她 现在请把握时间说出来 她会听见的 姐姐 姐姐 小姐的妈妈 在我们的陪伴下 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所有的人都在 只有小姐一个人 待在艺术治疗室 这边是往生室啊 比太平先生问心很多 这里是蓬莱居 是安宁病房 安排家属 和往生者 最后相处的地方 罗先生 你可以在这里安静地陪伴你姐姐 姐 你最勇敢了 什么苦都不怕 总是要把事情做到最好 现在 你终于可以把担子放下了 你放心吧 我答应你 一定会好好地照顾小姐 李老师 我想请你帮忙 小姐妈妈的告别事 快要开始了 但是小姐怎么样也不肯进去 我们只希望 小姐能再见妈妈最后一面 那小姐人在哪里 我跟你去看看 小姐 你好几天没有看到你了 你在做什么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大家都来跟妈妈说再见 小姐 你要不要跟妈妈见最后一面呢 你怎么跟孩子沟通呢 要有沟通艺术 快开始了 小姐 你现在一定很难过 就是不想要理人 也不想要人家来烦你 对吗 嗯 小姐 你知道吗 妈妈打扮得好漂亮哦 还带着你送给她的项链呢 真的吗 是真的 我们一起去看吧 嗯 好 遗体美容师帮小姐的妈妈化妆了 也帮小姐的妈妈带上假发 所以小姐看到了原来就是很漂亮的妈妈 阿姨 妈妈真的带了我做的项链 妈妈 真的带了我做的项链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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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原来一样漂亮 对不对 小姐 妈妈看到你来 一定很高兴 现在 她正微笑的在天上 跟你说再见 妈妈 妈妈 妈妈再见 帮助孩子 接受妈妈的去世 跟妈妈道爱 道谢 道别 道歉 是很重要的 小姐 谢谢你 特地带花来送给阿姨 哇 好香哦 吕老师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再见 生与死 都是人生自然的过程 就像列车 既有起点 总有到站的时候 安宁疗户 她既不加速 也不延后终点 死亡的到来 而是在陪伴 临终的旅途中 协助末期病患 缓解身体的疼痛 不适 并对各种症状 做有效的控制 以提升生命末期的品质 让他们积极生活到最后一刻 也协助家层 解决照顾的技巧 压力与情绪 并鼓励藉由生命的回顾 完成生命意义的探索 好 这片叫妈妈的脸 我们给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看 你们认为适合吗 那看完以后 那个小朋友说 老师 这片可不可以借我回家 给我妈妈看 为什么 我的弟弟刚刚过世 所以要给我妈妈看 那这是我们认为 很好的教材 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的同学含着泪水 有没有老师愿意出来分享 好 请 老师 各位在座的菩萨 不好意思 这个我先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 我叫董景黄 如果号码应该是97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来分享 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感动 所以我想要把这些感动 也跟大家看看分享 这样 第一个动画做得非常令人感动 觉得值得给他称赞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第一个要表达的 第二个我要表达的事情 自清的死亡 那是一辈子的痛 我长大之后 遇过我妈妈过世的事情 连我这么成熟的人 我到现在我都无法接受 这种伤痛 这种伤痛我不知道 你经历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第三个我要讲的重点 也要跟教授分享 也要跟在座的菩萨 同修们分享一件事情 最近你如果有看到 报纸有一个报导 一个可能你没有注意到的报导 因为那个我也很亲身感受 他为什么会讲这样的一句话 是很重要的 英国哈利王子 报纸有讲到一件事情 他也建议说 小孩子在七岁之前 不要让他去接触到死亡的事情 因为这是他一辈子的痛 因为各位都很知道 那个王辉死掉的事情 他那时候还小 那我那时候听到这样的讯息 我觉得感同身受的事情 真的 我们成年人都无法去接受到 至亲的死亡 你那么小的事情 也许动画讲得很好 怎么可能让他去很 很去平顺的去面对到 他这样的走 然后这样顺利 这是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三个感动的事情 谢谢 谢谢教授 你挑个这两个 好 这个是故宫南院开放的时候 印的一个笼杖 康熙皇帝的祖母 就是萧庄皇太后 也是你们俗生的大育儿 他六十岁生日 康熙皇帝替用金粉操的笼杖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想前面两点很清楚 第三点我要讲一下 很难 七岁一个孩子不要让他接触死亡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有接触到的话 我们要想办法帮他疏导 这是很重要 他有时候避免不了的 那必须要替他疏导他心中的伤痛 曾经有一个幼儿园的园长打电话说 季老师 我这边有个小朋友 五岁 找到脑牛 他说老师 园长我好害怕 你害怕什么 我害怕我会离开爸爸妈妈 他知不知道他自己的病症 他问你能不能来 我说他爸爸妈妈同不同意 同意 他们又是什么宗教信仰 他们是佛教徒 所以请你来 我就过去了 他爸爸说 季老师 尽量拜托你了 我说 妹妹 阿弥陀佛说他要找个小老师 要会唱歌会讲故事 不知道找谁比较好 找我啊 我很会讲故事啊 我很会唱歌啊 你要去当阿弥陀佛的小老师啊 对 等下他脸上又沉着 可是 可是 我舍不得爸爸妈妈 他爸爸说 妹妹你先去 爸爸妈妈以后一定会来 我说你这样讲 你要真的发愿哦 要信愿行 对不对 他说爸爸一定发愿 要去极乐世界跟你见面 你先走 爸爸 爷爷不是在极乐世界吗 原来他的爷爷过世的时候呢 全家是念佛 爸爸说是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有他的大学 爷爷在那边教书 那我可以看到爷爷对不对 对 我好高兴哦 一个月以后这小孩子 平安 充满希望 平和地离开人间 各位你看到他很担心 很焦虑地离开 还是很平和地 充满希望离开好呢 这是学佛里面 宗教信仰很重要的地方 当然在大学是讲临终关怀 但是这里面我们可以切入 我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在里面 所以说不讲是很难 但是要讲也要有方法 所以这是今天看这个片子的一个原因 那么亲人走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失落 你以为那个悲伤已经过去了 没有 他藏着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是不能碰 一碰眼就像断线的蜘蛛 这样掉下来 但是这个也不只是做悲伤辅导了 他还是可以让一般家庭的孩子孝顺父母 我在一个高中放这个片子 有个高二的女同学大声地哭出来 我说你怎么了 我今天早上来跟我妈妈吵了一架 妈妈讨厌你 丢了这句话就冲到学校里面来 当然他看我这个片子是很有感觉 老师我可不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妈妈 我说可以 老师的手机借你 妈妈我是小平 妈妈你实在是一个很啰嗦的人 第一句话 但是现在我觉得有人啰嗦 比没有人啰嗦来的幸福 妈妈对不起 我说我讨厌你 其实我是很喜欢你的 但是其实以后不要这么唠叨好不好 所以一个幸福的孩子 他会珍惜他的幸福 那么各位亲爱的家长 现在为什么生你为家长 因为有双重身份嘛 你是老师也是家长 碎碎念有没有好处 有没有用 没有用 唠唠叨叨有没有用 没有用 你要跟你的孩子沟通 你要用方法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 有个家长告诉我说 季老师 我那个孩子很厉害 我讲几十字他都不改 我说奇怪一个方法 你用了几十字一点效果都没有 为什么你的方法不要改呢 谁比较迷顽不灵 我们教学生只有笨老师 没有笨学生 我们都慢学生 你不是普通的笨 你还是超级的笨 不可以那是恶口 只有笨老师 每个孩子都有一片蓝天 多元世纪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好 那这次我先介绍这个片子 那我就介绍临终关怀 当然我们宗教信仰的话 佛教有佛教进属中的祝念 但是一般很重要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要和解 一个重病的人或者一个老人 他要临终了 第一个让他和解 什么是和解呢 把他心结打开 有一个老太太七十几岁 得到癌症 气弱犹失 他跟护士说 我这媳妇跟我吵了一架 都没有叫我一声妈妈 我死都不瞑目 各位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护士学过生命教育 打电话给他媳妇 他就说我不要去 我说婆婆好凶 他说你不来会来不及的 你婆婆快往生了 那么他就有善根 就过来看婆婆了 婆婆一看到媳妇来 就把脸这样转过去 在床上 她说我好不容易把我的心态调整 来看你 你会一百八十度那我也会 她的媳妇就要转身就要走 护士就把她牵了 这个老人家快要走了 你给一个快要走的人 计较什么呢 去把寄来自得安知 他越走越近 看到那么强势的婆婆 真的是气若游失 她的两个儿子是婆婆带大的 戏里面就不游着一阵 惭愧 我们嫁过来的时候 婆婆也是很疼爱她 年轻人有不懂事的地方 就妈妈 她的婆婆不理她 她有想她的儿子 跟她讲一句话 对不起 再用闽南语她会穿神 妈妈 我是阿嬷娶大人的 阿伯如果娶母 阿嬷的座大人 不可能了 儿子的愿望不能达成了 心里很难过 就抱住她妈妈的脚 妈妈 是你啦 很激动的 流眼泪的 深深的忏悔 跟婆婆讲 婆婆就摸摸她的头 婆媳和好 开始聊天 那天晚上她的婆婆 非常平安地离开人间 第二天她的先生 陪她来看她的护士 说护士小姐 谢谢你 打个电话给我 推了我一把 我看我婆婆走得很平安 我一口气松下来 要是我没有来呢 我有姨妈 我输得很惨 我真热口气有什么用 我一辈子会生活在阴影之下 我先生跟我说 谢谢你去看妈妈 让妈妈走得很平和 否则我先生也不会原谅 这叫和解 第二个人要满怨 这人快走得 尽量满足她的愿望 今天的报纸吧 人间福报 有医生 志工 带了一群心脏病的孩子 到香港迪士尼乐园去 玩了一圈 父母亲有跟了一起 那这就是喜愿儿 满足他们的愿望 我现在讲一个老先生 一个老先生呢 他八十几岁 也快往生了 他说我最希望有一个孙媳妇 可以给我送终 我们找他的孙子 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有 可不可以订婚啊 我们已经很 交往很久了 应该可以 不会问我女朋友 他女朋友说 我们的确交往很久了 但是要问我的爸爸妈妈 请问各位 你如果是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妈妈 你同意这个女孩子 在他老人家快走的时候 订婚的请举手 你们赞成 举高点 不是好事 好 请放下 不赞成的请举手 好 谢谢 没有举手的举手一下 好 谢谢 你为什么没有举手 跟他订婚 他说我很爱我的男朋友 我希望他这一生没有遗憾 有个孙媳妇会帮老人家送终 所以他有订婚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女朋友 不要随便去找一个来假装 这样子是不好的 好 第三个 生命意义 一个人你要让他觉得 生命是有意义的 很重要 我原来在彰化师范大学教书 张师范也是全台湾地区 最早推动生死教育 生死教育哦 生命教育比较普遍 生死比较难讲 那么我的一位杨老师 他的爸爸癌症 很痛很痛 每天要用很大剂量的止痛药 他爸说 生活品质很糟糕耶 季老师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说你可以用生命回顾法 生命回馈法 来跟你爸爸交流 他就回家说 爸爸 我要帮你写一本书 小时候祖父怎么帮你带大的啊 你真的要笑 我们小孩的时候 阿公正禅 阿公很善气 又开始讲故事 第二天我们杨老师拿了一叠资料 爸爸 这是你昨天讲的 他把他录音然后key音 爸爸说你昨天我昨天有讲这么多哦 对啊 杨老先生得到很大的鼓励 杨老师每天从学校回去呢 他已经把今天的故事大纲写好了 今天要讲生命中的哪一段 各位你猜猜看 十几天讲故事 一颗止痛药都不用吃 那个痛还是存在哦 只不过他把他的精神放在哪里 放在生命的故事 放在生命故事 所以那痛就忽略了 杨老师呢把他爸爸 从年轻到年老照片扫描 然后再把他爸爸寄给他的信 他在修博士的时候 寄给他的信也扫描 我说这些信你都保留的啊 爸爸我在美国读书 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都不敢讲 每次收到你的信 我看一次看两次 看到眼泪都流出来 爸爸 这个博士学位是我们两个一起完成的 有没有回馈爸爸的生命 有没有回顾爸爸的生命 有哦 他把这些书真的印出来了哦 红绒色的封面 烫金的字 两百本 爸爸 这是你的书 他把我眼泪就流下来了 你真的写出来啦 那我这辈子很值得啦 他是用明朗语 我这世人很假的 生命已经不是长短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这个意义的问题 杨老师超棒 我一本书放在国家图书馆 每个人都可以借看 一本书放在杨家祠堂 爸爸 你的好朋友我都送了哦 那好朋友读完就说老杨 你的儿子很孝顺耶 帮你出了一本书 将来我的儿子不知道会不会帮我写故事书 他五岁的孙子 爷爷 这是我们的传家吧 我分到两本 将来我要传给我的孙子 阿公公你才五岁耶 你要传给你的孙子 可是言下怎么样 非常的高兴 这叫生命意义 所以我们让他念佛啦 临终关怀呢 先第一个把他心结打开 第二个尽量啦 完成他的心愿 第三个让他觉得生命是有意义的 这谈到临终关怀 那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个活动咯 各位老师有一张A3的纸对不对 好 麻烦你们哦 画你的过去 现在 未来 先听好 这张纸不要折成三等份 过去 现在 未来 不是三等份的 还有不用写 过去 现在 未来 不用写这几个字 请问过去要画什么 画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过去画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现在要画什么 现在呢 画你最熟悉的事情 未来要画什么 未来画什么 画你的梦 画你的愿望 好 请问先画过去还是先画现在 你们认为 都可以 你先画未来也可以 请问哪一个比较难画 过去难画是未来难画 都一样好画 过去是你已经过去了 你印象很深刻的嘛 你过去哎呀一想起 就是一个什么印象很深刻 那现在你很熟悉的事情啊 那未来呢 你的梦 谁敢说你画错 没有人可以证明的 你怎么画都是好的 好 现在麻烦你开始 这叫自我探索 不用想太多 卡萨利的 画未来也可以啊 你 你的未来的梦是什么 环游世界 埋动房子 可以颜色图重一点哦 等一下要照相 你如果画好 你可以跟隔壁老师 互相交流一下 你的过去现在未来 老师现在高个段落了哦 那现在我们要进到下面一个活动了哦 就一起画吧 好不好 这个很特别 四个一组 但是要面对面 所以这两个老师哦 他要回过来 跟你们一组 你们回过去一组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边你们要转过来 你们要转过去 然后你们转好 我就会发给你们一条毛线 一张A3的纸 四个人把这条毛线就没有打结 就把它打结一下 请你们在这张白纸上面 四个人用毛线做一棵树 在A3的范围之内不要超越 四位老师同心协力 做好了没有 这个树 好 放一张白纸在上面 有四个颜色 一人拿一支那笔 麻烦你们 把这个树拖映下来 拖映 好 你们拖映得很好 生命教育是要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跟沟通艺术 好 现在一面完成一面听我讲第三章 第三章还是有这个游戏规则 不可以用言语沟通 我不出题目了 你们四个人商量 这个毛线要做成一个什么形状 再拖映 再添油加醋 不可以讲话又要商量 有点高难度 不错 这是过程中是很有意思的 好 一方面完成 我一方面讲第四件事情 我们只画三张画 那么这三张画呢 你们每一组要替他掰一个故事 不可以用言语沟通 你们编一个故事 然后分配工作 谁讲第一章 谁讲第二章 谁讲第三章 不是讲你画的什么 要讲一个故事 第四个人是做结论 不可以用言语沟通 要编故事 还要分配任务 好 时间到 现在要争取发言 哪一组要出来讲故事 先举手 快点 好第一组 那这两组 来各位老师 已经决定两组了 先介绍自己的名字 跟学校就可以了 老师各位学员 我是那个第七组的江碧霞 给他介绍 老师各位同修 大家好我是第五组的赞树珍 大家好我是第五组的苏雪姓 各位师傅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第七组的归音 先给掌声欢迎他们 好开始拜故事 老师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要讲开始我们讲这一集的故事 我们是在圣诞节的晚上 布置圣诞树 上面呢有星星 还有那个 风筝 还有彩球 布置很漂亮 那个美丽的小鸟 也看到我们的圣诞树真的多彩多姿 就跑来看了 走一树上也有小鸟 我们大家庆祝的很快乐 我们的第二章是表现圣诞节万家灯火 家是一个最温暖的地方 那家里面有很多小朋友都一起做游戏 然后每一个家都很温馨很快乐 过完了圣诞节 那在当天的晚上 这心满意足 所以表现出一个满怨 今天非常开心 因为今天我们的活动 我们一开始盖了一个很漂亮的圣诞树 圣诞树之后呢我们觉得不够 所以我们的房子呢 我们也把它布置起来了 把我们的灯全部点亮了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开心 因为今天非常的特别 谢谢 好给各位同修的掌声谢谢 好第二组 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第四组蔡宜君 好法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第二组我叫谢文保 老师各位伙伴大家好 我是第四组洪秋菊 大家好我是叶志成 谢谢 好讲故事 我要讲这一张 就是说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 有一棵很漂亮的大树 然后这个树上呢 有长了很多的果实 虽然我只有画一棵 但是它是有很多的果实的 然后呢这里呢 因为有果实嘛 那我们家是不会撒农药的啦 所以就有毛毛虫来了 那我们也会跟毛毛虫分享我们的果实 然后有一天呢 有一个小男孩啊 邻居的小男孩 他放风筝 那风筝不小心就卡在我们家的大树上了 每天当我下班开着车回到屋子的时候啊 我太太啊 就会准备很丰盛的大餐 像今天就煮了一条很肥美的鱼 然后我们就全家都把它吃的剩下鱼骨头 我们吃素耶 那个时候还没吃素 然后我们在家里啊都非常的开心 然后每天都过着很美满的生活 所以我们一家人的身材啊都是胖胖的 我们家呢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所以呢我家的儿子啊会常常到那个花园去玩 那我们这边呢因为环境很好都没有喷洒荣药嘛 都用手拔的啊杂草 然后我们有蝴蝶还有榨芒 那那个我的孩子呢也会跟他的同伴在这边嬉戏 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 我们画的这个是代表天园的那种居家生活是非常的美丽 而且我们家庭过着是非常的幸福快乐 发喜充满谢谢大家 好给个热热的掌声 来第三组 我这边画了三个图 这三个图就是刚刚老师讲说 你画你以前现在未来 当然就是一个人生 那我是觉得说小时候是快乐的童年 那快乐童年就是放风针啊到野外去玩啊 因为在我们这个年纪 小时候都是在外面像野孩子一样 所以说就在放风针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有体力 年轻的时候我们是要努力的 所以说拿着铸头再除草除地 那现在很努力 那老的应该是说休闲啊 抱孙子啊 婆孙啊 但是我是觉得是 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我们还有体力 继续工作表示我们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一样是在除草啊 或者是做一些农耕啊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人生是健康的快乐的自由的自然的 大家好 这是我们的童年啊 我们小时候就是我家门前有小河 后面有山坡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 圈鸟归巢 但是我们小孩子 就喜欢跑出去 趁这个时候 大人不在的时候 我们就偷偷跑出去玩 人生很惬意 这是曾经有过的一种回忆跟童年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来回忆我们以前 夕阳西下 这棵树的几只这个鸟 圈鸟就逐渐归巢了 小孩子正高兴 牛也越来 影像越大 为什么 因为夕阳西下 这是我们童年 那是曾经的过去 也是大家的共同会议 好 接着 要连结 各位菩萨 老师大家好 其实不要小看我们这三张图 是真的有连结 所以老师虽然会提醒我 要有连结 是真的有连结 不是没有连结 这是他的童年 他走过这样的一个美好 所以他的人生一直开始去追寻 走到最后很久的时候 他一直在想 他要去找到一些美的东西 后来 他就真的找到美的东西 这个是因为我们技术太差了 所以才化成这样 但是我跟你解释之后 你就不会觉得说 他可能 这个我们把它找到最后 经过这样童年 还有一样的过程当中 去找到的一个比卡索美女 因为本来表现很亮丽 很色彩的部分 因为真的技术太差 所以这些色彩的部分 可能没有补足的很好 第一个我讲一个重点 你看他都面带微笑的 去看了很多事情 微笑 第一个微笑 人又长得很标致 你看那个脸 还有那个头发 长得很漂亮 好我这样讲你说我扶弄你 我用两个证明 我们的图画上面 为什么叫比卡索美女 连蝴蝶 蝴蝶在哪里 蝴蝶在这里 这是我们同学的作品 那个蜻蜓 都跟这个比卡索美女来相伴 所以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形容词 我们学过 有凤来移嘛 对不对 你看美女 有凤都来移 表示说他最后找到了 他看到的 所有的事情 就如同这个美女一样 然后很多美好的事情 其实在他眼睛当中 就是这个比卡索美女 好这是我们的 的说明跟作品 谢谢各位 结论 最后啊 我们 童年有了 最后大家 我们看美女也有了 太太慢慢老了 太走不动了 所以呢 我们就在山里面 盖个小别墅 趁着洋伞 两个在那好好的 住过营运 好谢谢 谢谢各位 吹牛不用付钱的 来第四组讲感想 四位老师 你们四个本来熟不熟悉 我们都不熟悉 那在座中间有没有默契 有没有 默契 如果说 要说实话吗 说实话 一开始的时候是完全没有 对 可是慢慢慢慢到 第一张是没有 你看我们第一张的作品 是这一张 一看这张是树的呗 那是一位 有一个厉害的leader 然后领导 所以就会有 比较有像个样 可是第一张是 完全没有默契 第二张开始的 很醒了 第三张是 真的 你看 就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好 所以慢慢的会形成默契 这是我要讲的心得 好第二位 你讲感想就好了 感想是 不是 做这个活动的感想 这个话已经没有关系了 这个活动的感想就是 虽然大家刚开始没有默契 但是经由 亂七八糟的一场之后呢 就暗中的培养 一些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默契 但是最后呈现之后呢 我们发觉很奇妙喔 真的果然就连起来了 就会连成一个故事 所以呢我们这个 Ending 他很想起来说 发讲他的感想 这三张画的感想 因为他觉得说 连得很好 代表完我们是一个 也世以来最好的 有前途的 有前途的团队 我们四个人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 说真的我也不大会晃 但是我是蛮用心的 还有我们都会 细心的去观察大家的心声 是这样 太好了 帮我来到这里 好 阿弥陀佛 一个团体里面真的需要 有Leader 然后要有配合的人 要有观察者 然后呢 整个的活动都完成 我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我感想最深刻的就是说 一个社会里头要有各种不同样的人 组合在一起 刚开始可能会有冲突 他想这样他想这样 但是后来慢慢成型 Leader出现了 观察者慢慢等待 配合者慢慢的加以配合 那观察者神来一笔 最后一个Leader 再把这个总结 好 那这个团队的画作就完成了 请问您距离有没有提升 有 请问你们现在他在教学吗 他在教学的老师警局的时候 那你认为可不可以用在教学上面 对 但是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说刚好是我们这个团队 刚好是各种不同的特质的人都存在 那如果小朋友的分组的话 我想在教学的活动当中 可能老师扮演的角色 必须先观察学生不同的特质 然后把它分在同一组 这样或许会好一些一开始的时候 OK 好 好 谢谢我们给个热热掌声 是这样的不需要 不需要特别分组 自由组合就可以 不认识人在一起更好 你就会发现那个默契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做完在同一个熟悉的单位 做完以后凝聚率会怎么样 会提升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这些人都没有人 我给你带来 你带来 我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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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说远古的大里是一片汪洋 人们都在山上住着 洪水褪去后 人们寻着两只仙鹤的指引 才得以进入到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小桥流水的田径 壮阔雪山的线结 深渊峡谷的险棋 绽放在云南辽阔的大地 这片香云缭绕的瑰宝 也反射着佛教历史上 惨亮的时期 现在已成为观光重镇 人烟沸腾的丽江古城 砸踏交织的足迹 并没有掩盖住紫云寺 佛守紫云成净土的法语封城 雪云老和尚 与吉祖山的临山仪会 仍在彩云间 矮矮放光 2014年7月 海踏法师带领来自台湾 新加坡 以及大陆各地的佛弟子 探访着吉祥瑞之器 和佛教史迹的圣地 大众满怀欢喜地 在群山峻岭间 领略祖师大德们 曾以行云流水般的足迹 所滋养的大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